其实我们的短剧编剧 真的急需专业化的训练 因为它有好的床 有好的网门 它有非常好的 写作天赋 但是没有专业的人士去盈利 那我又因为做了几部短剧之后 发现我们的短剧导演也很天聚 我们是学导演是不是 过去我们无论派话剧电视剧电影 第一件事过剧本 修编剧本 调整剧本 而我们的短剧导演 我们大部分的短剧导演 根本动不了剧本 没有这个能力 它完全看不懂剧本怎么办 那我就不给它们拍好 更有甚者 我们好多的短剧导演 不会后期 不懂剪辑 剪辑是就给后期公司 我就觉得这 对我来说就是好恐怖 经常说 你们要在我们过去的电视剧行 你连一个执行导演都不配 你真的是这样 你不能叫这两个字 当然这就是新生涅态 刚刚出来拍的门槛低 带来的也是好处 也是坏 因为它其实可以 在这里面培养很多的年轻人 有创意的 有想法的 它就是一个天然的暴空 让他们实践的一个地方 像我们这些人 就会在这里面 打扒扒扒扒 看到好多金子 它也会存在着好多 难于成熟之类的 我觉得这都很恐怖 因为这是一个新演台 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